你剛剛都沒錄到嗎 對 我剛剛不是說等一下 剛剛那一段都沒有錄到 那從哪裡 從大分數開始嗎 沒有啊 從你去的那一開始 不是 整個我 算你嗎 整個我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Toys 歡迎收看 肺絲 公道伯 那今天呢 這個企劃啊 我只能說 非常的驚悚 也可以說是這個 中西合併的一個創意料理 由Pizza Hut 所推出的一個 驚悚美味 豬血糕披薩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外貌啊 首先我們點的是薄披薩 然後 上面呢 布滿了 豬血糕 皮蛋 還有香菜 還有普避而來的花生粉 首先我先說 我在以上所有的食材呢 我都不抗拒 豬血糕我會吃 皮蛋我也吃 香菜我很愛 那花生粉 更是大家應該都沒有問題的一個食材 那 但是都加在這個Pizza上面呢 其實光用這個蚊的香氣啊 非常的差勁 它是有很多個 中式材料混雜在一起 它聞起來的味道確實不太好啊 還有其中一點就是 它這個Pizza呢 是並沒有採用番茄底的 就是那個 番茄醬 在那個Pizza上面 它應該不是 因為它這個都黑黑的 聽說好像是 好像是醬油底對不對 那這個Pizza我只能說 噱頭很強 然後大家都在討論 而且我們是打了二十幾間店 才訂得到這個 所謂的精神美味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來 事不宜遲啦 今天呢 所有人都要吃一片 要來體會一下 為什麼可以做出 這麼嚇人的食物好不好 那我就不客氣啦 做不定很好吃 我找一塊比較豐盛 這一塊非常的豐盛 來來來 來來一口來一口 心動的測試它的口感嗎 兩個字 極度的可怕 它是大部分的口感呢 是來自於這個 豬血糕的口感 但是它的味道呢 又被花生粉給蓋過去 是一種 不會讓你覺得甜的花生粉 應該是因為 其他的食材 帶有很大的鹹味 比如說皮蛋 豬血糕 他們的鹹味都很重 那但是花生粉的存在呢 又讓這個鹹味平衡回來 變成不鹹也不甜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的感覺 而且入口的口感 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是吃一口呢 你就不會想要再去咬 第二口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披薩呢 我很懷疑 我們到底能不能吃完 我吃完一口之後啊 我大膽的斷言 要不是想要試試看的話 千萬不要輕易的嘗試這個披薩 因為我猜一家人要吃這個披薩 除非你們本來就很愛吃豬血糕 超級愛吃豬血糕的那種 不然我建議 千萬不要買 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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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我猜他們每個店啊 每天限量 可能是只有 5到10個之類的啦 所以才會這麼難買啦 因為它的料應該不會備很多 因為 這個太可怕了 如果你在很餓的情況 可以把這個吃完嗎 沒辦法 那你極限可以吃幾片 一片 可是這個味道真的很詭異 而且它的香菜呢 並不香 重點它的皮蛋呢 也沒有那種很濃稠的皮蛋的味道 所以變成說 它很多的食物啊 的味道與口感 都摻雜了其他的食材之後 變成一點特色都沒有 本來皮蛋是好吃的 本來豬血糕 弄得好也是好吃的 花生粉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它的皮蛋跟香菜 它們的味道 被其他的食材混淆了之後 變得非常非常的詭異 很可怕 這個東西真的很可怕 還是你自己再加一點皮蛋上去 我覺得我吃完一片都有困難了 我覺得整個披薩啊 它上面的食材 只有豬血糕 是讓人覺得比較正常的 如果你單吃豬血糕 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把披薩 香菜、皮蛋 都放在同一口的情況下 太驚悚了 真的是太驚悚了 你是一個可以接受香菜的人 都覺得這麼難吃 對 不能接受就吐了嗎 不能接受香菜的 應該也不會買這個披薩啦 不敢吃香菜 不敢吃皮蛋 也... 我都改我不要吃 來來 你也來一片啊 呵呵呵 怎麼了 就有甜又有鹹 對啊 對啊 我應該不會到覺得很難吃 但也絕對不會覺得好吃 如果加了皮蛋 我應該不太能接受 但如果 只有豬血糕 和花生粉 香菜 應該還可以 上面的東西都是我喜歡的 可是為什麼要把它擺在一起 還是上面都香菜就好了 因為香菜很好吃 我本來想要撒... 撒滿香菜的 就是香菜切貨 可以幾度裡面的香菜 不知道怎麼好吃 可以不要 我先前面裡面 可以放香菜 豬豬血糕的味道 一分多少錢 全部 我吃香菜的 要十分嘛 你可以幾分 我給... 五分 我給... 七分 七分 花生粉還蠻好吃的呀 咬到最後很難吃耶 最後有一個皮蛋味跑出來很難吃耶 你剛剛都沒錄到嗎 對 我剛剛回過等一下 剛剛那一段都沒有錄到 那從哪裡 從大分數開始嗎 沒有啊 從你吃的那邊一開始 一開始一口 不是不是 整過我說你嗎 整過我 我要再演一次 剛剛在旁邊是嗎 可是我是一個不敢吃香菜的人耶 那你就挑一塊 可是前面沒有香菜 你把香菜挑走啊 我幫你挑走 可是它的香菜看起來很不新鮮 不知道是因為它烤過還是怎麼樣 烤過 這個咬到皮蛋超噁心的啦 我剛剛那一口沒有皮蛋 我要扣分了 我要扣分了 那你給幾分 給幾分 兩分 兩分 它皮蛋很難吃耶 跟你剛剛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我還去啊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接受了 如果沒有吃到皮蛋可以接受 我覺得詭異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皮蛋跟香菜啦 我覺得它香菜烤過之後就沒有那種香菜的很新鮮的香菜的味道了 我覺得我們要夾皮蛋進去 你剛剛都說皮蛋很噁心 它的皮蛋很噁心啊 可是只是想害人吧 我沒有 我們來夾看看皮蛋 好來啦 那它的皮蛋不好吃呢 我們自己加我們自己的皮蛋試試看 看會不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的皮蛋已經有點像熟透了 變成說那個皮蛋的味道有點消失了 你敢吃喔 為什麼不敢 皮蛋而已 可以吧 可以 OK吧 這個 這樣是比原本的好吃 那皮蛋的味道是比較濃郁比較新鮮的 所以它吃起來呢 就沒有它原本把那個烤熟的皮蛋那個味道 當我們加了自己的皮蛋之後 我可以給到五分 原本可能是一分 因為這個皮蛋的味道 佔據了整片披薩的主軸 然後豬血糕提供了口感 就有點像是皮蛋豬血糕的一個混合版料理 你就不要把它當成是披薩就好 下面給你一塊餅皮 你自己鋪了豬血糕跟皮蛋那種感覺 因為這一片呢 它的香菜相對來說也比較少 花生粉也比較少 所以我剛剛吃起來的感覺就是 滿滿的皮蛋的味道 而且是好吃的皮蛋 然後這個豬血糕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嘛 所以它吃起來還算不錯 這一片我倒是會願意把它吃完 因為它皮蛋滿好吃的 但是我沒辦法 我點多吃兩片 吃多了這個會吐 要不要試試看 加完皮蛋還不錯 好 把那個蛋黃給它 把那整個蛋黃給它 把那整個蛋黃給它 這個蛋黃很多耶 這個很猛喔 我是喜歡那個 那皮蛋味道比較更濃一點 對 上面皮蛋味道超級無敵重 如果沒有它原本的皮蛋真的比較好吃 嗯 我覺得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 美食公道博的開箱篇 這個Pizza Hut 最新出的 豬血糕皮蛋香菜花生粉Pizza 我只能說很嚇人 如果是按照它原本的味道的設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Pizza 就單純是拿來行銷的就是 它有點像是在告訴你 我連這種奇奇怪怪的食材 都可以加進我的Pizza了 就是代表說它對於自己做Pizza的技巧 很有信心 透過這個Pizza 讓你再去點其他的Pizza 有點像行銷作用啦 那我們吃了剩下的三片 我們三個猜拳 輸的把它吃完 一個人吃三片 來啊 反正我不會輸 反正我也不會輸 三個人怎麼可能剛好是我輸 只有33%是我輸 我們不會輸 鏡頭啊 鏡頭啊 一把鍋 慢出的直接吃完三片 剪刀石頭 不 我沒有慢出啊 提供回放 請看VCR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後面還有它的這個吃Pizza的花絮 我先吃一片看看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光養就算很難受 光養就算很難受 好吃 啊 啊 拿一口 拿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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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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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